眼前的少年名叫张霄 此时正在玩体感VR游戏 名叫阎王游戏 却因为被红明玩家追杀 导致游戏角色死亡 再次睁开双眼 竟然看到两个打扮奇特妹子 叫着自己主人 这都是什么鬼 看着眼前的妹子 正服侍自己的搬鞋 张霄很是疑惑 我应该在出租房的破床上才对 这是什么地方 这些妹子又是谁 难道我没睡醒 妹子还拿来了镜子问道 给您做的发型 您看看满意吗 张霄看着镜子的自己 奇怪的服饰 银发长久 还戴着面具 这是什么中二造型 吓得他丢掉了镜子 问道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几个妹子 立马吓得全部跪倒在地 解释道 这是您的阎罗电寝宫 您让换个新发型 您如果不喜欢 我再给您换回来 张霄心想我没有下线 而是转直了 直接跳过了新手村 进了最终的地图 而且现在的我 竟然还是阎王 那我当boss了 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想做什么做什么 说干就干 张霄走过去 抵住妹子的下巴 心想 既然杀我的时候 感觉这么真实 那其他感觉 岂不是更爽 刚准备发号施令 门口一个身影 缓缓走了过来 一个身穿红色纱裙 一看就是游戏里 SS2级别的妹子说道 四方鬼帝已经到场 北方鬼帝 要汇报 阎王游戏上线以来的 各项数据 而张霄看着眼前的妹子 已经流下了口水 没想到这个boss 这么懂得享受生活 这妹子真火辣 但是汇报数据 怎么这么像运营说的话 我这是进了贼船了吗 张霄本是一名普通的玩家 游戏内角色死亡 转身一变 变成了阎王 现在竟然要开什么 游戏报告会 本着寄来之则安之的原则 张霄坐到了 阎罗王的座位上 看着眼前 四位奇特造型的手下 感觉十分诡异 怎么都这么丁丁 就在这时身后的妹子 率先发言 气愤地说道 四方鬼帝在哪 怎么来的 都是你们这些鬼将副手 东方鬼将很势不服 俺们鬼帝很忙 没空 所以俺来了 不像小阎王天天闲得没事干 妹子一听大喊 放肆 你是什么身份 也敢这么称呼阎罗殿下 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了 张霄冷冷地说道 正式要紧 开会 其实 那心慌的一批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料 下面的人大吃一惊 没想到 小阎王 也有如此冷静沉稳的时候 不同于往日 都不禁留下了冷汗 看来 小阎王城府更深了 一定要多加小心 随着会议桌 中间亮起 妹子讲解道 自从公测以来 已有超过300万羊间体 通过游戏进入地府 并且没有察觉 很是成功 因为游戏机制 玩家无论是什么样的战斗 只要受伤 就会流失元气 从而被地府吸收 通过刻意控制吸收的量 所以 玩家只会疲惫 但不会受到生命威胁 按照实力划分 从一层开始 鬼怪梯次递增 以保持续收割高级玩家元气 而我方鬼怪被击杀 随时可以重生 再次投入到新的场景 目前一层有54%的玩家 二层43% 三层3% 接下来有把守 前五层的东方鬼递来汇报 东方鬼将说道 俺也不知道说啥 小炎王想知道啥就问吧 而张霄用手撑着下巴 一直保持着深沉的样子沉默着 吓得东方鬼将冷汗直流 这是在威慑我吗 看着张霄散发出的气势 就连一旁的妹子 都吓得差点哭了出来 而其实张霄现在耸了一笔 What the fuck 这竟然不是游戏 是真的地府 眼前及游戏的一切 都是货真价实的利鬼 而且 而是真的阎王 想到这不惊吓的发抖 眼看东方鬼将起身 想要离开 并说着 鬼弟打算派俺三天后 在桃花谷一带 收割一波元气 张霄终于鼓起勇气说道 收割玩家元气 真的不会危机生命啊 为什么 有些玩家陷入昏迷了呢 其实 张霄就是为此 才玩的游戏 东方鬼将貌似有些心虚 赶忙解释 就是个打工的 游戏是你设计的 俺什么都不知道 妹子立马指责 玩家都在你们管辖范围 阎罗王殿下也说过 不能过度抽取元气 你们竟然套命 东方鬼将看连个婢女 都敢指责自己 很是不满 直接就冲了过来 眼看妹子危险了 张霄眼镜 散发红色光芒 竟然看到了鬼将的信息 还能显示对方的属性和弱点 只见妹子也握紧双拳 冲了过去 随着拳头的碰撞 一招就制服了对方 紧接伸出血红的指甲 就要杀了对方 张霄急忙解散了会议 准备想办法解决目前的问题 但是妹子竟然拉着张霄要去入狱 随后来到了温泉 没想到有这么多妹子 直接气血上冲 甚至还能看到一串奇怪的数字 听到后面的声音 扭头一看 白发妹子裹着浴巾进来了 真是太漂亮了 张霄直接失血过多婚了过去 这是个男人也顶不住 这不是做梦吗 我终于要在游戏里 告别童真了 下一秒不要在新手村复活了 你是在逗我吗 游戏里想要抱进客金大佬 需要几步 第一步一定要找个妹子 第二步等她遇到危险 第三步大声呼喊放开那个妹子 就在前不久 张霄的好哥们吕子峰 还和张霄讨论着阎王游戏 因为游戏刚刚那刻不仅免费 而且还是这么高级的游戏 难免心有疑惑 没想到几日后 吕子峰就进了医院 经过专家诊断 已经成了植物人 看着吕子峰的妈妈眼面痛哭 张霄发誓 一定要找到原因 为什么会在游戏里昏迷不醒 而现在谜团已经解开 原来这根本不是游戏 而是地府的圈套 他们为的是阳间人体的人气 怪不得游戏后很疲惫 死亡强制下线 但是自己为什么没有下线呢 突然听到有妹子大喊 让开别挡道 张霄下意识往后一看 妹子脚下鞋子发出红色光芒 直接腾空跃起 从张霄头上飞过去 看妹子还给了自己一个不懈的眼神 张霄一脸茫然 周围人发出感叹 这妹子可以啊 这么好 两千开一次的黄金首课 起码开十次才能开到的鬼火暴走靴 现在就赢了 回想起刚刚的风景 张霄一脸赤汗样 要不是还有急事 要半步不想走啊 为了找到昏迷的秘密 无论如何 也得先赶去桃花谷 阻止那个家伙 心想如果能再穿到阎王身上 一定要多找点情报 而且现在游戏出了暴露 存储和死亡 已经无法让自己离开游戏了 不过这样也好 敌人在明我在暗 能随时掌握他们的行动计划 能独自掀翻整个地府的阴谋 竟然是刚刚村里那个克金玩家 此刻他正被几只沼泽怪围攻 随着手中利剑的挥舞 沼泽怪被拦腰截断 下一秒又复原了 看着眼前妹子抱怨 什么破游戏 攻击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 张霄心想 这家伙都不看攻略的吗 而且自己正缺钱和道具 眼前的白富美 肯定会对自己有所帮助 而现在就是等待妹子出现危机 但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直接使用冰金魂魄 获得灯符 大喊放开那个妹子 就冲了过去 另一边真正的小阎王苏醒了 得知会议已经结束 感到了一丝古怪 难道是他们搞的鬼 假如游戏里碰到妹子 而且他还是克金玩家 你会怎么做呢 当然是欲擒故纵了 就在刚刚张霄看见妹子 被野怪围攻 立马冲了上去 因为有增幅效果 沼泽怪直接冰封 被张霄一拳击碎 为了给妹子一个好印象 十分帅气的挥拳攻击着怪物 不过增幅时间太短 已经结束 这下麻烦了 眼看周围的小怪 再次冲了过来 身后的妹子 一个跳跃大喊闪开 手里的冰精触碰 地面瞬间爆裂 小怪全被冻结 妹子挥挥长发说道 原来这么简单 早知道他们怕冰 我就不这么费劲了 刚刚使用的 正是高阶冰灵水晶 一个就价值2500金币 张霄差点就被波及 吓得瑟瑟发抖 没想到 这就是传说中的超能力 妹子上来询问 为什么你知道 冰系攻击 对这些沼泽鬼有用 听到张霄解释 新手村NPC有攻略 里面写着常见野鬼的 克制策略 恍然大悟 差点都忘了 自己买过这个东西 可是这么多野鬼 真要碰上 你怎么在攻略上找呢 其实张霄根本没买攻略 只是看了那么几眼 因为他拥有 过目不忘的本事 看着眼前妹子 十分仰慕的眼神 张霄心想差不多了 转身准备告别 走了最好提前做好功课 千万别临时抱佛脚 可是白瞎了 你的极品装备 妹子十分惊讶 这就走了 剧本不是这样写的 赶忙挽留 你能跟我一起组队吗 张霄的好事 果然要成了在家把火 眼前的妹子乞求着 我完三天了 还没走出新手村 能带带我吗 张霄赶紧寻寻善幼搓手暗示 我喜欢独来独往 为什么带你这个拖油瓶 你对我有什么价值 看着妹子拿出的 大把课金道具 竟然什么奇怪的都有 妹子还抱住张霄的胳膊 一口一个哥哥 心想臭男人 要不是被逼的 我才不求你 多少人想陪我都没机会 你竟然不珍惜 这时突然大地抖动 难道地震了 一道冲天的光芒直射云霄 张霄心想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看来没错了 真是太走运了 直接拉着妹子的 手大喊跟我来 这是新手村 唯一的稀有精英副本 虽然现在等级 不能把握挑战成功 但是有这个人形军火库 这把值得一试 和客金大佬组队 是重什么体验 就在刚刚张霄和妹子 进入了稀有精英副本 新手村附近分别有勇气 战力 技巧 速度及运气几个副本点 运气副本怪物随机出现 并且五种属性一会 直接拉满 想要通关必须有客制的武器 并且击败三个随机怪 有身边的妹子的客金道具 还不是手到擒来 现在两人眼前的 就是金属性的鬼怪 双眼冒着红光一身金黄色战甲 看来很不好用 妹子嘖嘖称赞 游戏角色设计得真不错 要是让她知道 这都是真的鬼怪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轰光后装备平分 准备好我就上了 妹子直接将装备道具都拿了出来 因为属性克制 张霄拿着赤翼剑就冲了上去 几个闪身跳跃躲开攻击 使出赤翼斩 不愧是客金道具 比自己捡的燃木剑好太多了 一声巨吼 副本刷新了土属性的鬼怪 张霄举剑格挡 立马大喊 快使用腾雷 腾雷乃吐系伤害道具 对吐系有克制 妹子奋力丢出 只听砰的一声 怪物就被藤蔓缠绕 没有了反抗之力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 突然漫天雪花飘舞 张霄竟然慢慢被冰雪冻结 这次的鬼怪是水属性的 不过这鬼怪还挺好看的 妹子在一旁看着冻住的张霄 有些不知所措 只见张霄身上的冰块缓缓破裂 轻松挣脱冻结状态 怕什么 我唯一的护甲属性正好是土 看来这次上天都要眷顾我 这关必须要苦 张霄一拳击中鬼怪 看着眼前的鬼怪慢慢融化 张霄很是兴奋 无愧是属性克制爽爆 随着游戏提示 恭喜完成幸运三连试炼 奖励1500经验 张霄一下升到了8点 妹子也升到了7级 道具奖励迅击刀 可以附带雷击伤害 主动技能还能提升速度 盾形借加魔抗和隐形技能 套装飞鸾 关加护甲和反弹几率 张霄手拿迅击刀 很是满意 这个我要了 另外俩个闺女 妹子拿着飞鸾关 问道 这套装 另外的部位 在哪买啊 真不愧是富婆 什么都想买 听到张霄解释 副本爆出的绝版装备 是任何地方买不到的 妹子只能收起道具 表示回头再说 我先加个属性点 看着妹子 把属性全加在涌上 心想 果然是个游戏小白 赶紧跟妹子解释一下 游戏机制 初始经验为100 每增加0.5倍升一级 六大属性 勇等于力量 一点加武功 无血无甲 一等于血量 一点加50血 念等于法力 一点石魔抗 法师加攻血甲 射手刺客加暴击 敏就是敏捷 一点加三攻三暴击伤害和速度 互等于防御 一点加20血20甲2%闪避 严等于魅力 提升获得道具装备的几率 达到一定等级 还能激活专属技能 每升级一次获得三点魂力 因为魂力使用后就消失 所以必须慎重 剑势要保持坚固 不然力量高了 移速太慢 很怕远程攻击 看着妹子 一副听不懂的样子 张霄表示 你开心就好 别管我了 我15级前 按照永一鸣 2比1比1的比例加点吧 严的专属技能 还需要等 先等等 现在的属性 就是这样了 妹子看着张霄的属性 你攻击护甲 还不如我呢 原来他叫千小洛 随后两人退出了副本 刚准备赶路 竟然被地数技能缠绕 无法动态 是之前没进副本的几人 只见张霄猛一把刀 两人的兵器直接被劈碎 倒飞了出去 黄毛大喊 打不过了 老九掩护我们 而那小子直接就跑了 看着张霄摆好架势 准备进攻 两人吓得差点哭了出来 张霄脚下猛被用力 看好了 我给你演示一下 速度对于剑尸的重要性 噼里啪啦 一顿猛奉 二人鼻青脸肿 哭着求饶 张霄说道 记住 别老想着攻击其他玩家 鬼才是我们的敌人 真是装了一波 千小洛在一旁 看张霄越来越找门 张霄问道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要不要继续组队 或者分开 千小洛摸摸秀发回答 刚刚我们合作挺默契的 如果你愿意 我们还是一起吧 但看到张霄压压腿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千小洛十分气愤 真是个死直男 张霄说道 我们要赶在 明天天黑前到桃花谷 我可以放慢速度 你要跟上了 只见 千小洛哼哼一笑 身上被绸缎缠绕散发光芒 随着刷的一声 穿上了夜魅交衣套装 可提升15%的移动速度 只见张霄视线向下看去 难道被千小洛的眉毛捕获了 下一秒千小洛差点失去理智 只见张霄不解的问道 你哥见识 为什么买刺客的衣服 想提升速度有别的选择 你穿别的职业的衣服 没有被动效果呀 只见千小洛生气的转身离去 这种程度的色诱 要是之前张霄 还真可能失去理智 但现在 张霄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了 路上听说 大家都赶往桃花谷 据说会出现稀有道具 张霄被千小洛问到去的缘由 并没有解释 两人爬上山巅 看见漫山的桃树在盛开 终于到了 听到千小洛催促的声音 张霄直接坐了下来 不顾一旁妹子的喊叫 只见他说道 现在桃花谷集结了大部分高手 我装备不行 现在去等于送死 我们已经制动吧 千小洛不解的问 我身上这么多装备怕他们 你买的太杂乱 要不是太仓促 我肯定把装备补一补 这附近也没商店 听到张霄回答 千小洛拿出了地图 你怎么知道没有 我先看看 但没想到 地图显示山脚下就是商店 而这一切都是张霄的阴谋 这妹子真的太天真 随后两人来到商店 千小洛直接让店员 全部拿出来看看 只见几个柜子全部打开 各种琳琅满目的道具数不胜数 但让张霄没想到 这是个黑店 道具比新手村贵了好几倍 听到店家嘲讽 爱买不买穷逼 张霄直接就想拆了眼前的骷髅架子 而千小洛在一旁 查看了一下账户余额 指着显示的300万金币说道 就生这么一来 要知道 一金币等于现实的一元 一旁的吃瓜群众都吓掉了下巴 这叫一点 玩家早已在桃花谷等候多时 系统提示即将开启临时任务 任务开启时 攻击怪物随机掉落金币 宝石等物品 击杀怪物的玩家可获得珍惜装备 就在玩家都失去耐心的时候 大地开始轰鸣 破炉鬼将提着巨斧屏风出现 周围的玩家兴奋地一拥而上 却被鬼将一斧轻松击退 仅一击就被全部击败 剩下的玩家望而生却 这种级别的怪物到底怎么打 鬼将提着巨斧 如入无人之境 忽然鬼将被人攻击掉落了金币 竟然是几个躲在草筒里的玩家 放着远程攻击 但下一秒不被飞来的巨斧 全部斩杀 这种强悍的怪物到底该怎么打 存活的玩家全部开始逃跑 只见鬼将握紧双拳 用力锤打地面 使出了泪山坡 全部中了招 如此这么大范围的攻击 每个玩家都掉了90%的血 这是什么魔鬼机制 现在所有玩家都是撕血状态 眼看鬼将走了过来 忽然一个蓝色的球体 滚到了鬼将脚下 只听砰的一声 鬼将瞬间被冻结 原来是牵小过 他正大喊 都愣着干嘛 快跑 但下一秒 鬼将就解除了冻结 随后再次被飞来的火球攻击 在他寻找敌人的时候 一个黄金箭士 红天而降 只见利剑穿过鬼将的身体 他到底是谁 那耀眼的装备 瞬间吸引了玩家的注意 不少人大喊 克金之王出现 那身黄金灵甲 套装得五位数 那把笑亭雷击剑 售价要十万金币 无措此人正是张霄 看着眼前的鬼将 心想 果然不是猛 但是这次 我做足了准备 你们的阴谋不会成功 使出雷霆连击 就攻了上去 只见张霄连续挥舞着 手中的利剑 周围的玩家 都被华丽的操作所震撼 没想到 居然有这样的大神 因为 每连击一次伤害加倍 所以 鬼将血条掉得越来越快 而随着连击的次数 武器的耐久 也在迅速下降 不过 就下这么多玩家值了 突然 鬼将邪魅一笑 血条竟被锁住了 这还怎么打 只见鬼将 一拳击飞了张霄 好在是 克金神豪装备 掉些不多 因为黄金明甲套装 百分之五十的闪避 还能降低百分之七十的伤害 但是 锁血该怎么破解吧 突然想到 当阎望的时候 张霄准备直接攻击死穴试一试 鬼将剑气冲了过来 直接使出泪山破 这一击过后 张霄血条差点见底 但丝毫没有停顿 准备在他冷却时间内 冲过去 鬼将剑此叫嚣道 想要先下手为强 你要冲过来至少六秒 你来不及了 此刻 所有的玩家都心惊胆战 只见张霄武器形态变换 拿出了迅击刀 虽然鬼将心有疑惑 还是准备好姿势 准备释放技能 下一秒张霄激活武器技能 雷形停步批中 而鬼将技能冷却 刚到零秒 只见鬼将血条一空 咬牙切齿地问道 这怎么可能你怎么 会瞬间提速 这正是迅击刀的 专属被动提速100% 随着鬼将倒地 系统提示 完成致命一击 奖励稍后到账 所有玩家兴奋的惊呼万岁 随着鬼将的消散 他正说着 你不对劲 居然知道俺的弱点 你等着 张霄一听 糟糕 我暴露了自己 如果他报告阎罗王 那我就危险了 来不及享受胜利的喜悦 就拉着千小落 就往一旁走去 此刻张霄心中有办法 虽没有把握 但目前必须一事 直言 让千小落找个僻静的地方 然后杀了我 只见张霄脱下了全部装备 不顾千小落在一旁的叫喊 抓住他的肩膀说道 时间紧迫 麻烦你下先问下 张霄的情况 其他事回头再讲 三天后的傍晚 在新手村 我会告诉你一切 眼看千小落 不肯出电 张霄缓缓上前 让利剑穿透身体 看着千小落湿润的眼镜 安慰到没关系的 比起真正的死亡 这都不算什么 随着身体传来疼痛 原来 这就是元气流失的感觉 眼睛一黑 再次睁眼看向手掌 看来成功了 突然有什么 挡住了视线 原来是小阎王身边的 那个妹子风鹰 她满脸泪水 一脸焦急 而张霄正躺在她的腿上 见此 赶忙五头翻滚起身 一把将其拉起说道 不好意思弄疼你了 看着风鹰一脸愧疚 张霄赶忙解释自己 头晕了一下 想起自己还有急事处理 接着问到重生井在哪里 得知设立在九明殿 赶忙拉着风鹰让其带路 看着眼前随和的阎王 风鹰心中扑通扑通乱跳 生起一股别样的感情 现在的她好特别啊 两人来到九明殿 得知破炉鬼将三分钟前就走了 问其说了什么 原来鬼将认为有内鬼 决定禀报鬼帝 将其抓住酷刑审问 得知消息 立马追了出去 此刻鬼将正在渡口 准备乘坐胶去见鬼地 只见小鬼竹竿 一挥召唤了批拨鸣娇 追上来的 张霄见慢了一步 心里大叫不好 绝对不能让这家伙回去 手指一直大喊 不准走 只见一道光芒射出 瞬间将鸣娇 劈成两半 狼狈的鬼将由上暗志问道 小阎王你什么意思 是想杀了我吗 其实张霄也没想到 小阎王力量竟然这么惊人 但表情不能变 询问鬼将干嘛去 听着鬼将的汇报 接着说道 你应该知道 谁才是这个计划第一负责人吧 向鬼地汇报 就是看不起我 看着鬼将无所谓的回答 害怕有人走落风声 风鹰按耐不住了 竟然怀疑 阎罗王大人 眼见鬼将不愿争吵准备离开 张霄看着毫无防备的鬼将 心想好机会 让我用最小巧隐秘的武器偷袭 瞬间召唤出了冥界幽怜 看着眼前几米长的镰刀 这武器一点也不相符啊 看到鬼将已经察觉 张霄只能使出技能力 拔伤和气盖势 鬼将瞬间中招 伤口处涌出黑色气体 没想到 只是随手一挥 就比克金装备厉害了 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还是直接流失的元气 受伤的鬼将不甘地说道 你竟然对俺下手 鬼弟不会放过你呢 看向张霄 舔势着手中的镰刀 惊慌失措的鬼将 只得跳入黄泉 下一秒就被粉红色的鹰带 缠绕着脖子 无端挣扎的鬼将 逐渐失去意识 伸手分离而亡 张霄看向一旁的风鹰 没想到 这妹子竟然这么厉害 赶忙伸出大拇指表示赞扬 干得好 第一次得到夸奖的风鹰 很是开心 独自在一旁兴奋着 张霄心想 既然鬼将已死 身份应该不会暴露 决定去书房收集下情报 小阎王既然是主导者 肯定掌握着不少信息 如果我能找到 那就无敌了 拉开抽屉 竟然是游戏开发笔记 书房内的张霄 翻阅着开发笔记 没想到 这游戏设计的真是精妙 所有的东西 全是小阎王亲自设计 而且在拔蛇域 隐藏着双倍金焰彩蛋 而门外的风鹰心想 为什么阎罗王殿下 会对破炉鬼降下杀手 不是说要隐忍大局为重 怎么这次 回想到 难道是因为鬼将 对自己出过手 擅长脑补的风鹰 害羞地想着 难道殿下是为了替我出气 没想到我在殿下心中 这么重要 另一边的张霄并不知道 自己竟然意外捕获了风鹰的芳心 看着手中关于鬼巢的设定 没想到 鬼巢会接触限制 允许大量收割元气 鬼怪可以就地重生 从杨坚利9月9日夜间开始 持续6个小时 而且 小阎王没有公布这个消息 害怕玩家大量上线 想要防止玩家上线被屠杀 必须打开新手村防御结界 让鬼巢毁掉水晶 而且 小阎王也不想 那些在线的玩家被吓得退游 不会因为流失的元气 从10%提到40%而死亡 没想到鬼巢就在今天会发生 刚想再查看些别的信息 忽然身体不自然恍惚了一下 身体也变得无力 看来到时间了 屋外的风鹰 听到倒地的声音 焦急地推开房门问道 殿下 你怎么倒到地上了 急忙扶起倒地的小阎王 只见小阎王推开伸来的双手 愤怒地质问道 谁让你碰我了 瞬间让风鹰心碎了一地 吓得浑身颤抖不止 赶忙低头道歉 请殿下责罚 一旁的小阎王注意到翻开的笔记 守村的张霄 本以为能在小阎王身体躲过鬼陶 结果这么快就回来了 别人能下线 自己卡了棒退不了游戏 只能在世界频道发布消息 9月10日前绝对不能上线 顺便通知了千小洛 40%的抽取会出人命的 希望这姑奶奶别上线 不过三倍经验也是个好机会 能超过不少玩家等级 张霄来到鹰嘴牙 准备占据有利地形 来到山顶看向四周 如此诡异的环境 看来要开始了 随着一声鬼怪的吼吊 也点刷新了鬼怪 山脚下轰的一声 不少鬼怪被炸死 一群山魁鬼不顾身后飞来的子弹 疯狂地逃窜着 一个名叫萌萌的妹妹 手持加特灵大喊着 别跑 来啊 没想到这游戏竟然有枪械 这合理吗